走在金丰香正新村 有一个巨大的石牌 上面有双手 仔细看上面还有一些纹路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呢 是我们金丰香的国宝 五屋 零零五屋 那五屋呢现在也有102岁了 那在五屋的手上面 那俊科的排湾族 传统的光荣 那以前排湾族的勇士呢 是俊科在手背上面 男生是俊科在手背上面 前胸还有后背 那女生呢是纹在手上面 我们跟赛德克跟泰雅族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纹在脸上 那他们有疑纹 耳纹 我们不一样 我们只有纹在手上面 那我们的家 要经过多少的小河流 大河流 那这一片广大的土地上面 要经过这么多河川 才能到达我的居住的所在地 原来这上面的纹路 可能就代表着我家会经过几条河流 而且有几块地 意思也就是代表这位人士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而且一定是头目家族的人 才能有这样的象征 族人来帮忙耕作 那这边有很多的树木跟森林 相对的我的这个猎物呢 也会相当的多 那前面这个手印代表着我的家族 跟我的身份是可以向人家收贡品的 所以你只要经过这个地区 甚至我土地范围周遭旁边的这些小王国 你都要跟我称臣纳贡哦 而百岁人瑞 温金鸟布布 也是现在剩下鲜少还有文首的头目家族的代表 他身体还相当硬朗 家人也说他是这两年才不能走动 不然当年身体健康检查可是相当好 VuVu的女儿说 VuVu现在只喜欢抽烟草 虽然现在推行要戒烟 可是VuVu已经没有办法戒掉 就是他有的时候呢 就会想起以前他就会介绍 然后有的时候呢就回想就像看电影一样 把从前的那个场景 就会在他的脑海里面一直在呈现一直在呈现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说给阿姨听 然后也只有他们母女两个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 因为想起现在他的母母听了 那母母都已经当阿祖阿祖了 他的孙子都听不懂 可是也由于VuVu当年喜欢吃野菜清淡的食物 所以可能也因为如此身体如此健康 虽然眼睛有点老化 可是看到记者前来也把记者当作是自己的孙子一样 马上讲起当年的故事相当的可爱 这一双有历史记忆的双手 令人联想到当年要照顾家庭 要工作的辛苦 可也因为是头目家族的身份 也才有这难能可贵的文首 象征纯洁 也让后代子孙 更认同自己的身份与价值 这一双手 这个传统 以及其精神 更值得让我们继续保存下去 当代宣布正乎李婉珍在金风箱的策划报道